有时候还会在这个email里面 收到来自YouTube的警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erin 詹雪玲 我是Alvin T.J.M 我是她的师傅 我是她的土地 到底什么是YouTube音乐版权啊 首先让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版权 版权其实就是一个 东西去支持或者是去保护 这个原创者所做出来的一个作品 那如果没有这个版权的话 大家都可以使用创作人的作品的时候 就导致创作者没有受到一个相等的回馈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希望可以去鼓励更多原创的话 就一定要有这个版权的制度 才可以让创作人有更好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动力去继续创作 那关于这个YouTube音乐版权 我们是要注意什么问题啊 首先就给你一些小小的音乐版权知识 讲到这个音乐版权 其实我们先要分析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状态 就是YouTube音乐版权不代表 就是国际性的音乐版权 所以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对它有少许的不一样 但它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有连接的 那基本上如果讲到国际的音乐版权 就好像你在学校这样子 你不可能就政府告诉你说我们的教育政策就是你在上课的时候不能讲话 对吗 可是你在你的课堂上你的班级老师会跟你说上课的时候不允许你讲话 所以你在你班级的时候你有你自己的一套条规 那就YouTube也有自己的他的一套条规 可是不代表这个条规就等于是国际性的条规 一首歌的版权有分为三个 三个类型哦 对可能大家一讲到我用别人的音乐让我侵权啊 大家只有想到一个对不对 对 那其实是有三个的 那第一个我们是叫做 Copyright Copyright就是关于到 Copyright就是辞取版权 所以是创作人他们给创作人的这个Copyright的 打个比如说今天你是一个作曲人 那你就有取的这个版权 那如果你是作词人你又有词的版权 这个叫做歌曲的版权 因为词跟曲加起来是歌曲 对 那另外一个版权呢就是叫做 Recordingright Recording就是录音的意思嘛 对对对对 曾崇明Recordingright 那基本上比如说你这首歌 词曲完成了 你会跑去录音对不对 对 然后你也会去录吉他 然后你会混音啊 把它完整的包装起来 然后才上架对吗 那这个过程呢是有 也是有版权的 对那就叫做Recordingright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 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给艺人 就是演唱者 就是歌手 唱这首歌的人 对 所以当你要用一首歌的时候 就有三个权 你需要得到许可 你一定要得到别人的认可 就是说我是授权给你用的话 你才可以真的把它 用在你的YouTube视频上面 这样你刚刚有输到 音乐版权有三个版权吗 对啊 这样不是很麻烦 每次我要使用到这个音乐 我就要去寻找那三个单位哦 确实一点都没有错 真的 对啊 就是可能你要去找版权公司啊 找经纪公司啊 找唱片公司 你才可以得到这个 这样我的影片就不用出来了 如果你懒惰的话 你就不要去找 不过 如果你聪明的话 有一个东西叫做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 对合理使用就是讲 你其实是不用问别人 你可以先用 可以先用 可是只要你知道怎么用就可以了 可是应该会有条件吧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今天就分享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 这两大元素的条件呢 就是 第一就是 它非牟利 或者是你没有通过用它的音乐来赚钱 就是讲 只要我 没有用这个影片来赚钱的话 这样我算是合理使用了 对 打个比如说 如果你上载了你的歌 然后你有money tax 这样其实你就是通过它的音乐赚钱 这样就是不合理了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用了它的音乐 可是在某些状况 你因为破坏了这首歌的形象 讲算是形象 打个比如说 你可能拿它的曲 就是你写一些出口的词在上面 那你破坏了这首歌 本来很有气质的一个价值 然后你改变了 那可能影响了它的这个价值 那可能它就不合理了 然后或者是 可能你就是 因为这个上架的过程中 让它损失了本来它应有的这个益力 那可能它就说不合理 那它如果发现到 版权唱片公司后的经纪人就会来找你 就会发你这个警告 对啊 那有时候 我剪影片的时候 也会需要用到一些背景音乐吗 我会去寻找一些 我比较喜欢的类型的这个音乐 那我只会用到一小部分 就那小小部分 有可能就那三四秒 你表现OK吗 可以吗 不行 不可以 不行 其实只要你用到别人的音乐就是不行 不可以啊 不管它几秒 因为可能你有听过别人说 不可以超过四个半之类之类 可是我就是那两秒 可能一秒 好像也不可以啊 也不是 所以基本上只要有用到就要问的 那LV 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创作人 你会作词作曲嘛 那你自己的原创上载到这个YouTube的时候 其实你知不知道你要做一个步骤 还有步骤 对 这步骤呢就是叫做知识共享许可 那好像比如今天我要上载一个视频 我今天放音乐 我刚好看到你这首歌 有标记着那个Creative Common 那个CC的logo 那其实我就可以不用打电话给你 我就直接可以使用了 不过条件就是 就是我一定要阅读 你有没有设立什么条件 才可以让我免费 然后合理使用 诶 老师 那如果我在这个条文里面我写 我就写 在这个影片 你要放那些影片的时候 一定要写上创作人的名字 还要放上音乐版权公司的联络方式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很多那个Creative Common的那个原创者 都会有这个条件 在这个YouTube的世界里 其实有一个系统很重要 你一定要知道 它叫做Content ID 打个比如说你今天上载了这个Audio上去 然后你告诉YouTube 这个是我的歌 然后只要有人用到我的歌 我希望我可以有这个广告上的一个收入 之类的 算是权利 对 你自己设下的一些条件 你跟YouTube 注明了你要的条件是怎么样 就是别人要使用我的歌 我就先 事先先去注明好我要的条件 就是先拥有这个Content ID Content ID其实主要是要保护这个原创者 让他们的音乐不会泛滥的被使用 然后又没有得到应该的回忆 就是保护我们就对了吧 对对对 所以你的歌曲在上架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个Content ID 那听你说 这样我应该说了很多次的这个警告 可是我都没有去理 这样会不会去罚款 目前你知道吗 基本上如果你收到这个我们叫做 版权主张 那版权主张在英文我们就叫做 Copyright Claim 那基本上如果你收到这个Email 你可以不要理会的 因为那个版权拥有者已经跟这个YouTube有一个Content ID的协议 它说如果这个人侵权的话 请你把所有台湾的部分都进播 因为我是台湾的创作人 台湾的那个盈利应该是由我这边获得的 而不是由你来获得我的盈利 所以它就会在某些国家去进播 所以主要如果你收到这个版权主张 你什么都没有做的话 还是很安全的 因为E就是他们会自动删掉 静音进播 要不然就是收入归版权拥有者 那如果我已经清到这个权了 这样我不是mute掉就可以了咯 就是静音那一段时间 静音然后换别的音乐也可以 换别的音乐也可以 也可以对吧 对那就没有清权了 如果你反对 反对就是说 抗议的意思是什么 对抗议 你看那一首我不觉得我清权 你就不认同他来看 对 因为可能那首歌是你写的 其实在YouTube的世界里 还蛮常发生这个事情 就是可能这首歌明明是你写的 可是已经有人 可是别人从你的一些社交媒体上 下载下来 然后他自己去第一次的上载 这个音乐视频的时候 他自己申请了content ID 他就认为这首歌是他的 对耶 这事情好像是很多次都会这样子发生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对 所以在Google上面 如果你搜索一些free music 请也不要乱乱运用 因为分分钟这个音乐也是别人 从Google上载了 然后他自己在上载 那个YouTube 不是原本的那个人自己去上载 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free music 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去使用的 那师傅 这样现在我们到处都会听到一些cover的歌曲 这样我们不是在帮他们赚钱咯 对啊 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创作人 原创者 你并不知道你怎么样去把你自己的这个创作得到保护 而且得到获利的话 那你其实是很浪费的 所以创作人本身一定要学版权 那阿威我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刚才说你一直收到这个 就觉得这个警告是吗 那个警告对不对 请问你有收过黄海吗 这个我没有去查过 我那一看都没有看我就看到 然后我就按进去了 可是 你通常都是delete掉那个email吗 没有啦 我就放这边有理咯 其实当你收到这个email的时候你要去看 他有没有一个写着copyright strike 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字眼 就说其实你们已经得到了一张黄牌 一张黄牌 对 应该是好像是很严重的 让你看一下这个图片 其实只要你收到三张黄牌 你就有这个很危险的状态 就是我必须要关掉那个频道了 不是你关掉哦 是YouTube会关掉你的频道 就是我 就是直接逼我关掉频道 对它会自动帮你关掉 或者是删除你所有的视频 那我收了这么多 这么多次这个警告 我都不懂我好像没有中到这个黄牌 那我还是建议你要真的去 读这个email 来确认你是不是中到这个警告的 那这个警告呢 其实基本上会在90天里面过期 如果你的状况 你的YouTube频道还是在 alive 那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多事情 不过如果你一中到这个黄牌的时候 你应该要去 要去做一些动作 那什么动作呢 一就是你跟这个版权人 撤除掉这个 这个 跟他谈判的意思 跟他谈判 说不好意思 我是真的是不懂 然后现在我错了 所以我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还是怎样 那如果你有谈判的话 你还有一个机会 就是撤掉这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 你如果认为你其实没有做错 你是真的合理使用 那你其实还可以继续再看 就是就是就是反对 对 可是如果是过了90天 过后就是讲 过了90天 就 这个 这个就可以解除了 就解除了 就是说他也没有打算要追究 他也觉得没有问题 就是没有事情发生的意思 对 好那这次我们的资讯分享 就真的来到了尾声咯 然后如果大家还是很懊恼 不知道哪里去找到这个免费的音乐 我今天就给大家两个方案 第一个就是到YouTube Audio Library 其实他们有供应你们免费的音乐 还有音效可以使用的 那第二个方案呢 就是可以去到我们 阿多罗Music Channel 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playlist 陆陆续续的上载一些免费的音乐 给大家使用的哦 所以做音乐的孩子 分享 学音乐的孩子 按赞 阿多罗Music 订阅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这样类型的音乐知识的影片 记得在我们的影片下留言 还要打开我们的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